伊朗的經驗是上個禮拜前各位的 不過這個蠻關鍵的 就是大概台灣也有一些空間經驗 不是沒有 那這個空間經驗很難用很短暫的時間累積 所以大概各位可以看到幾個關鍵 第一個需要有長遠的規劃 因為設計需要做全盤的考量 那你可以看到宜蘭學新加坡 先把整個總體的量先確定下來 它的一個承載量 那之後按照它的承載量來犯推 這樣的承載量需要多少的道路面積公共設施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容積率 那我想以開發的角度來看 大家都希望開發建設 但是帶來的密度相對要提供的道路面積 公共設施還包括學校 市場 公園立地 廣場 這個都要去負荷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科學的議題 所以事先做好規劃 那當然空間品質會好 不過台灣大概過往大概30年 環境品質最糟的一個時間點 應該是台灣經濟最發達的時候 反而不是台灣最窮的時候 台灣經濟最發達的時候 到處開放容積 到處去搶建 所以如果各位有經驗到國外的話 那個城鄉的和諧 那整個公共空間品質的優良 大概是台灣在這方面差異最大 所以國外有些經驗可以學 那台灣市場做得到 那做得到除了包化團的規劃以外 很重要就是容積的管制 那之後要臨選好的建築師 因為好的工程並不代表好的品質 要有創意還要有品質 那所以宜蘭很多的作品不只是蓋房子 很多是公園 綠地 廣場 河川 這些都是人生我的工程的一部分 那這些都非常重要 那事實上這個影片已經快 大概十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年前 宜蘭在為高速公路通車之後 所做的這些佈局 那事實上這些問題也陸陸續發生了 北宜高速公路通車 塞馬 那宜蘭縣政府後來也終於擋不住 那個建商的要求 開始把容積調高了 所以你現在去南洋平原看 很多的豪華農舍 聳立在南洋平原當中 那我不曉得還 南洋平原的這一塊進度 還可以抵擋多久 那當然台北縣也是一樣 台北市比較早實施容積率 而且所有的都市景觀控制比較好 那台北縣因為有太多的開發商 壓迫地方政府要把容積放寬 所以我們看到台北縣 汐止也好 板橋也好 新店也好 這種外圍的地區 有捷運聯合開發共購也好 他們很多都是容積的大量的放寬獎勵 就是說你如果跟捷運共購有獎勵 提供了停車有獎勵 那但是這些過度的獎勵 變成開發商的一種套 比較賺錢的工具 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得到的是 在市區反而密度比較低 反而是外圍密度很高 所以這個可能要整個台灣的國土的規劃 要重新再來考量 那當然在控制開發這一點是最不容易的 因為大家這個跟利益有關係 那再有願景的是那個行政人員 如果他沒有辦法抵擋開發商的利益的話 那最後一關很難守住 但是整體的環境最後是會大家共同來承擔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用宜蘭的經驗為案例 我們來看台灣其實有不錯的經驗 那看以後我還沒機會 我再跟各位做分享 那今天的第二段 今天第二段來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非常尊敬的 而且也非常敬仰的一個藝術家 叫辛公敬先生 那這個藝術家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藝術家 一個日本人 那他早期留學意大利 那之後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要跟自然有關係 也就是說運用風 運用水的這個自然的動力 讓自然的力量在他的雕塑品裡面被看到 那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那在去年我們隔壁的學校清華大學 剛好有一個機會 清華大學做新校區的開發 很多的建築的公共工程的軍費 保留1%的公共藝術的預算 那時候我建議清華大學就是要把 這些公共藝術的預算不要單獨去執行 應該是統籌下來 然後去找一個國際大師來做一個 具有啟發性的一個藝術品 那這個作品在清大已經完成了 叫做《五眼的對話》 所以各位如果到清大有機會看到 辛公敬先生的三個雕塑 那他三個雕塑的意義是 在校園裡面有關師生 或者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那在清大的人社院的草皮的前面 的一個小土堆上有三個很美的雕塑 那辛公敬先生的作品很多 那有一個系列叫做《Wing Kevin》 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這個作品不是任何的盈利的一個作品 是一個藝術家他認為他要回饋給人類的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作品 所以他的預算等於是自己去出的 他沒有任何的一個贊助者 那這個概念非常有趣 因為辛公敬在他非常忙碌的一個創作生涯裡面 他空出了一整年去完成這個計畫 他認為風把世界連在一起 因為傳統人類靠海洋航行的關係跨越五大洲 所以風把這一些人連在一起 所以他的用從日本開始用了一個貨櫃當作container 裡面有很多的很輕量的這種會動的這個雕塑 然後在日本的田裡面去做一個 結合當地的一個儀式跟雕塑品的安置 那之後再到蒙古草原 再到南太平洋毛利署的一個島上 那或者到沙拉沙漠也好 所以他希望透過這個 以及到北極 所以他希望透過這個 全世界的各個不同的非常特殊的點 去觀察那個地方的文化風圖民情 甚至邀請當地的小朋友的參與 去做到文化的交流 那透過他一個個人的一個藝術品的概念 他說風把全世界的文化 把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關懷連在一塊 那所以接下來45分鐘的時間 我就來播放辛貢金先生給我 那這個外面也沒有賣 是跟各位同學做分享的一個 我看到非常感動的一個案子 Win Kevin 那Win Kevin中文怎麼翻 叫風之旅人 他認為每一個人出生到死亡 我們都是活在世界上的一個旅者 那我們都有一個時間性 那我們如何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 那扮演一個適當的人 那把愛傳給全世界其他的人類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透過這一段影片你會發覺 藝術到最後還是人 還是人心靈 無關人的 也就是這樣 對 不可憐 也就是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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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